突破嘉丽江防线 攻克剑门关之后 我军下一个目标 夺取江油 无论红四方面军想北上西出还是南下 都要抢占江油 而国军方面呢 只要牢牢掌控江油 那么湖中南的援兵就可以通过青川平武 江油这个通道进入战场 届时红四进退无路 很有可能先胜后败 徐向前总指挥发出命令 三十一军驻广原以西以北 三十军八十九师抢占青川 隔绝湖中南的援军 并四七打开进入甘肃的通道 三十军八十八十 九军二十七师迅速前往攻取江油 九军二十五师撤离南部 也迅速赶往江油方向 四军一步往紫同 一路往江油战场 邓锡侯方面在得到增援之后 他的防守情况如下 紫同一个旅 紫同背后的卫城一个旅 江油一个旅 中坝两个旅 其余部队驻绵羊作为支援 再来看一下战地形势 江油中坝有公路相连 左右两边皆有河流 江油在北 中坝在南 想要守住江油 就必须控制中坝 如果是防御江油北面而来的敌人 中坝可作为后续的增援基地 即使江油丢失 也可以凭借这两块山地 阻挡敌人继续南下 而一旦中坝被敌人占据 则江油会成为独立无援的孤城 所以 邓锡侯在江油放一个旅 而在中坝放了两个旅 但是我军的行进路线是这样的 一部占领江油中面的高地 一部从江油中坝之间渡过湖江 一部从中坝下游过江 随后包围江油并攻击中坝的敌人 中坝敌人溃退至青年阵 我军占领中坝 团堂围困江油 江油手军发出紧急求救信号 绵羊的邓锡侯亲自率领着两个旅的兵力前来救援 会和中坝败退的敌人 一起朝中坝扑来 我军这时正在攻击江油 获知这一情况之后 徐总指挥决定围城打员 先消灭邓锡侯 开战之前我先说一下 江油战役 我能查到的详细资料特别的少 大多数资料几句话就说完了这场战 虽然有几个回忆录 但是并没有全面的介绍 再加上有些关键性的小地名 比如说小村庄小溪等经过这么多年 实在是无法确定在哪里 所以我接下来要讲的战斗经过 仅仅是我在能查到的资料基础上 拼凑推演出来的 不能够保证很高的正确率 甚至是错的也是有可能的 仅做分享 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好 将由围城打员战斗开始 讲四个版本 版本一比较简单 邓西侯进军中霸 我军考虑到平坦地形 作战不利 于是放弃中霸 故意边打边撤 又敌深入 邓西侯军一路追击 结果我军埋伏在这两座山上 通过伏击的方式 大败邓西侯 邓西侯长步退守中霸 随后放弃中霸撤退 第二个版本 邓西侯进军中霸 我军考虑到平坦地形 作战不利 于是放弃中霸 故意边打边撤 又敌深入 九军二十五师 在右侧山上步防 三十军八十八师 和四军一步 在左侧山地步防 邓西侯将部队分成左右两翼 两翼各两个旅 双方激战 川军初期比较凶狠 打散了半山腰 但随即变成仰攻 双方开始拉锯 四军和八十八师的结合部被突破 许是有决策 动用预备队二十八团夺回阵地 二十八团团长叫王晋三 也就是亮剑李云龙的原形 二十八团发动反击 一举夺回阵地 然后二十八团就钉在阵地上 无论敌军怎样冲击 始终不动如山 敌人从早上开始打 打了快十一个小时 都还没有吃饭 终于顶不住了 最右翼的十一旅 率先溃退 我二十五师开始追击 十一旅这一退 身旁的二旅就遭殃了 几面遭到围攻 于是二旅也开始崩溃 连锁效应 一是往左传递 敌人前线崩溃 第三个版本 邓西侯进军中霸 我军考虑到平坦地形作战不利 于是放弃中霸 故意边打边撤 一有敌生路 我军布置以版本上稍有不同 邓西侯进攻阵型也稍有不同 双方激战 川军初期比较凶狠 打战半山腰 但随即变成仰攻 双方开始拉锯 四军和八十八师的结合步被突破 许时有动用于对二十八团夺回阵地 然后二十八团就钉在阵地上 无论敌军怎样冲击 始终不动如山 敌人十一个小时没吃饭 终于顶不住了 十一旅率先溃退 随即连带危机二旅 四军也从左侧迂回十三旅 敌人全线动摇 退守中霸成防 随后从中霸撤退 版本是 邓西侯进军中霸 我军考虑到平坦地形作战不利 于是放弃中霸 故意边打边撤 一有敌生路 邓西侯考虑到 我军必然会再射两个三三步防 所以他的安排是 大部队从正面进攻 同时安排一个旅 准备从侧后进行迂回 迂回至三的背后 进行前后夹击 而我军的安排跟版本三差不多 国军迂回的路线 刚好被我四军堵住 接下来的战斗经过 跟版本三差不多 好 版本说完 再说一遍 因为详细资料的缺失 和地点的不可考证 以上版本仅为推演版 请大家批判性的观看 虽然过程我们现在无法 精确的还原 但结果是精确的 我军取得了胜利 卡住了将由这个前进通道 随即我军又攻起了北川 其他路也传来捷宝 四军占领梓童 我八十九是占领青川平武 至此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结束 尖敌万鱼 成功在川北三纹脚跟 控制了东起嘉陵江 西至北川 南起梓童 北至川康边界的广大区域 我军在这里发展 全军扩展到八万余人 物资也获得了极大的补充 但胜利背后危机相随 我八十九是虽然占据了青川平武 但因为兵力不足 并没有打开进入甘肃南部的通道 徐向前总指挥很着急 打电话向领导请求 迅速转移阻力北上 趁着川军新败 胡中南还没有反应过来 马上攻击胡中南 但领导正忙着搬家 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 拖了个百月之后 胡中南调集兵力 加强了防守 进入甘肃南部的战绩已经丢失 第二 因为我阻力出击加林江以西 老根据地兵力不足 最终不得不放弃 全军转移至加林江以西 之后 红士角色西晋 在土门一战取胜 近日茂县里县等地 并派出先遣队前往接应北上的中央红军 1935年6月12日 中央红军翻越加金血章 在达尾以红士先遣部队成功相遇 6月21日 红一以红士在茂宫 举行了盛大的会师联欢会 经过血以火的磨难 两支钢铁部队终于走到了一块 面对炮火无所畏惧的战士们 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无数的子战员在这一夜 因喜悦而无法入睡 两军相遇 十一万的大军 似乎即将赚成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 但谁也没有料到 真正的危机